大陆的铁矿石需求扩大 挹注了海峡型船舶运价持续上扬 BDI的波罗地海指数更是大涨 创下了两年新高 不过渝民海运指出了 虽然价量其扬 但是市场仍然存在着供过于求的问题 导致产业景气没有办法大幅回升 海峡型船舶运价持续上扬 9月以来涨幅已经达到52% 加上进入北美古物运在旺季 BDI波罗地海指数更大涨44% 该些两年新高纪录 累计今年涨幅高达134% 渴望一路旺到年底 挹注航商营运大进步 很有趣啊 只要大家有信心一点的话应该很好 加量其扬 不过渝民指出 散装航运市场仍存在一个短期内 无法解决的大问题 就是供过于求 以去年全球散装航运业 共交付1000艘新船 加上陆续又有不少投机性订单的情况下 导致产业景气没办法大幅回温 但如果以去年到今年市场运价表现来看 杨明海人认为确实已经有好转即兴 在管理的部分 在短短的一年的时间 他在国际的认证 和国内认证都获得很好的评价 杨明认为随着各大公司太旧 换新的速度增快 加上市场在今年初重新洗牌 船舶公司渴望逐步平衡 带动散装航运试况谷底回升 分学人关于台北报道